人到六十岁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找玩伴 子约五十有五 自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于居 人到六十一大半人生已经走过 开始步入老年时光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看淡一些事情 放下一些单子 寻找一些陪伴 积极地拥抱人生 拥抱退休后的老年生活 我们要学会放下 放下一些执着的追求 该得到的早已经应该得到 上下的只会是徒劳无功 我们要学会放下 放下一些责任和单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 子女都已长大 都有各自的生活 我们没有必要再拽在手里 应该放手 让他们自由地去飞翔 我们要学会看淡 看淡名利 名利是最恋人的事情 名利场地也是乌烟脏气 另一熏心的地方 早日看淡 早日远离 再能更好地享受老年和生活 我们要学会看淡 看淡金钱的分量 毕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该花的花 该享受的享受 辛辛苦苦一辈子 总要犒劳自己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会寻找玩伴 这样生活才会多姿多彩 玩伴可以是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也可以是具体一项兴趣爱好 对于喜欢养花的人来说 花花草草就是它的玩伴 它可以和花说话陪草聊天 对于喜欢养小动物的人来说 宠物就是它的玩伴 它可以和宠物一起吃饭 遛弯 看电视 对喜欢钓鱼的人来说 一条亲近的小河 一根趁手的鱼竿就是它的玩伴 放松心情 享受生活 最美不过夕阳红 60岁的你我 但愿身体健康 笑口藏开 夕阳正红 对不起 对不起